主席,各位同仁,主委,秘書長,還有各位好朋友,大家早 請劉主委 請劉主委 劉主委,其實代理主委,也其實不需要問你這麼多 也很辛苦 但是當一天和尚裝一天裝,還是要問你 其實有些我剛剛本來想說,問鄧秘書長,或許還更適當 因為蔡中選會很久 不過主委交接的時候,賴主委,現在是賴院長 希望說除了要辦好選舉之外,也要讓中選會和和樂樂 表現一下就不和樂,是不是 沒有,現在看起來中選會自己內部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沒有什麼問題,為什麼我們賴浩銘,前主委說要 除了要辦好選舉之外,還要和和樂樂,表示就是很不和樂 對啊,現在就和樂幹嘛,還要和和樂樂 我講的是現在,賴主委,賴前主委,他在中選會 服務了21年才接任 現在到底是委員之間不和樂,還是我們裡面的同仁不和樂嗎 我現在問這一點而已 我現在觀察同仁 你看同仁很和樂,對不對 對 委員合樂嗎 委員,我沒有見過任何衝突 還沒到 還沒到 你看,三里一來豐滿 光是這個選區十年不變 還有總統立委 是不是要和併這兩個大議題 我跟你保證一定炒飯店 百分之一炒飯店 百分之一百炒飯店 這個,我還是要問您 是 選區十年不變,他已經立法院通過了 我們黨提出來了 那,現在可是剛剛我看很多委員在問 萬一啦,我說萬一啦,我看應該是不會 這個高度政治議題 這個大法官會議解釋 過去來講,他也不一定會來做一個很 就是很深的介入 那萬一他真的跟你解釋成違憲的話 你們要有配套啊 你不能說,好啊,那就是當然無效 那從來,那就很麻煩喔 對 這是事實的話啦 我想應該不會嘛 大法官有他的智慧 我相信不會知道整個大局的動盪 但是,很多事情很難講啦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這個天降大雨 然後,這個蘇花糕幾 近百年沒有那麼大災難 竟然發生那麼大災難 天底下的事情沒有人知道 換句話說要做好因應啦 包括之前五都合併 也是很突然啦 我們也沒有想到五都合併那麼突然啦 那 合併是有人申請示限 那現在變成就 選區十年不變 牽涉到太多嘛 那有沒有做好配套 我想 您可能 擔任大理主委 未來是否真足 不得而知 可是你要心裡做這種準備啊 碰到這問題怎麼辦呢 萬一啦 萬一解釋違憲怎麼辦啦 真的 我第一個 我想 你不要跟我講說 假設性問題 我說萬一啊 真的啊 當然那個 我們是有分析過啦 我們研究過說 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國家出現的時候 他們怎麼處理 對 那在其他國家 我想最 比較鄰近的日本 他們的處理方法 可能是局部的 我的意思就是很怕亂啦 亂了 對大家都不好啦 全國都不好啦 所以 我才用那個 賴前主委的那句話嘛 要和而樂樂嘛 人家搞到這樣的話 那就真的很不好啦 那 總統跟立委和平選舉 這個到時候的聲音一定非常的不一樣 我跟你保證 這個也是很大的一個難關 大概 這個力量大概五十五十 我就不分析這當中的一個 一個一個 大家一個看法 包括我們剛剛張委員他也講的 對不對 可是另外一部分的 這個這個這個 看見解 甚至於 我們考慮到其他 不只是 國民黨和民進黨 還有其他黨派的見解 我就先跟你預告啦 這個問題到時候是很亂的 所以主委你現在恐怕 不是說事情到了 才要尋求說要怎麼解決 很多問題 可能事先 包括委員有提出來 你們就要 要慢慢去研究啦 才不會到時候亂成一團 我們現在會很多的天災人禍 其實都是 之前啦 沒有先做好的沙盤推演 或是沒有做好的因應 你看 當然最近一些天災 是天災沒錯 可是有些其實如果你做好因應 是可以減少它 甚至避免它損失的 我講個題外話 就像 基隆那個北二高走山的事件 那是天災沒錯 可是你要知道 現在其實天災是非常多的 我前幾天才跟內政部長講 年底可能會有大寒 你要先做應應 大寒 就是說千年寒冬 有可能 就是說你可能針對了 下大雨 颱風 天寒地凍 或是很熱的暖冬 你各種的災害 你要做沙盤推演的應應 然後責令所有的負責部門 你們要做出沙板 萬一碰到這樣的話怎麼樣 如果說我們的 今天當然不是跟那是無關 今天如果說你 考慮下多少雨 我們哪些路段要封起來 就不會這些慘居了 我用這些話 也來提醒 我們的中選會 你當代理主委時間短 但是未來 代理主委很有可能就爭除了 很有可能 那你這些被道 你不是說碰到在處理 我跟你講 未來這一年會是非常變動 而且衝擊 甚至於這個 烈聲大 雨點也大了這一年 我跟你保證的 所以 其實剛剛委員提出來了 他們這些的 吶喊要求 你都要把它放在心上 而不是說今天看完會 回去就算了 一定要請你的 團隊要做好 好的沙盤推演 跟規劃 因應 謝謝紀委 我們會很努力的來 這個我跟你講很嚴肅 你今天只是一個小 第一次的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震撼教育而已 你上次的張前主委被罵到狗血淋頭 應該你也知道 所以要特別小心 我特別跟你提醒一下 是 武都啊 高雄都 這個 政見 氣煌保揚 這個 可不可以刊登出來 這個 因為那個是 就是法律適用的一個問題 我們依照這個 中選會的這個 權責 其實 他刊登出來有沒有違法 沒有違反那個選霸法 對 為什麼沒有違反 你要講 為什麼沒有違反 你 我們那個選霸法 並沒有規定 也沒有說他在 這樣的一個做法 就是有 閃動啊 或是 去造成那個擾亂這樣的情形 選霸 所以嘛 人家告你們 你們並沒有講清楚啊 對不對 你們只是講說 鄧民主長在這邊講說 這個有違反應該檢察官在 要去處理認定 其實不是的 根據這個 意圖使人不當選 後面有一個條件 就是散播遙遠後 傳播不死之事 這個是 這個是條件之一 如果說你今天講的 不是散播遙遠後傳播不死之事啊 那可能就是個人政見 我今天是站在法律的觀點來看待這件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對選報法相關的規定 一定要掌握得相當的清楚 所以 剛剛提出來 我們很驚訝 當然這樣對我們來講是很不利啊 你講出這個棄黃保羊 對我們來講是很不利嘛 但是他有解釋說 不是啊 他是棄另外一個黃 把我這個羊 把我這隻羊 是這樣解釋啊 所以這個人也是真的 雖然這樣是 不一定 是不是利己不曉得 但是至少是損到別人了啦 齁 那損到別人有沒有屬於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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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選報法104條的規定 恐怕也要做一個研究 這個 我們秘書長解釋的也沒有錯啦 那時候這個東西是要當事人提告的 不一定啊 譬如說 你們有些證件譬如說送上來的時候 你們覺得不當有些時候你們可以篩選啊 你知道我意思吧 我知道 一定要用選報法來做一個管制嘛 假設說他的證件不當的話 我們中選會或是地方選委會 有沒有權力說不讓他刊登 有沒有 對啊 對啊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高度爭議也其實也不是違法的問題啊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地方黨部啊 他告他 違反選報法 反而不容易成立 你知道嗎 反而應該要針對高雄市的選委會說 你站在主管機關立場 這個高度爭議的字眼 你為什麼讓他刊登上去啊 你告他根本 我的看法好像 效果也並不是很大 就像你呢 研究過的 違反選報法第104條 規定這個幾個字而已 念就知道有沒有違法嘛 可是 就 我們選會的功能上啊 不當的言論 或是敏感的字眼 我們可以請到說 你規勸一下 改一下嘛 不然你 你 去黃保養 大家就知道 現在 媒體上所寫的去黃保養 黃市 黃市大部分都指的是市長候選人 大部分嘛 因為 媒體都這樣解釋嘛 不然你就覺得 去 譬如說去黃 那保統一也可以啊 那要知道是什麼意思啊 養 他說養是指他養統一嘛 喔你保統一的人 喔原來是要統一啊 你幹做主張我就促進統一就好啦 希望統一啊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你們跟他建議說 你要去寫保險沒有關係啊 可是 這當中你要寫清楚啊 才不會讓人家造成誤解 對不對 這個選舉不只是違法 有些說違反道義啊 違反那種厚道精神 其實也不妥嘛 主委你說是不是 所以你們也應該要跟高雄市權委說 以後像類似的情形要小心啊 你不要搞出這麼正義事情 你本身做一個管制 當然我覺得用選報來告他 可能他 高 就是說高雄那邊的市黨部恐怕也沒有研究清楚啦 針對市黨部 選委會來抗議或是市政府就好啦 跑到用告的 但是 已經告了已經告了啦 我建議主委你們還是要提醒一下 好不好 刊登刊登啦 那亡羊補牢嘛 氣床保存 另外一回事 亡羊補牢看什麼 可以怎麼樣補救的話 我想還做一個處理啦 你的看法呢 我們在內部再來分析一下 我會來處理 這個是你們的權責啦 但我看事情那麼大也應該給你們一點建議嘛 是是 謝謝 那個 不在即投票啊 監所你們看 在執行上有沒有什麼問題 以我們對監所的陌生來講 我們是希望在執行的時候 能夠 就是對我們的選務人員得到這個安全的保障 在這樣的前提就是這樣 那我們覺得就是 憲法要保障他們有投票權嘛 他們覺得有權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年來都沒有讓他們投票 有兩個理由嘛 第一個理由就是說 其實恐怕也不是通訊投票 或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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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即投票 當時沒有落實嘛 第二點 社會的觀感嘛 這恐怕是一個回安地帶啦 他們沒有被死的公權 然後 觀在裡面只是不自由而已 但是沒有 喪失公民權 那 但是民間會不會覺得 那你 在 在讓這些觀在監律裡面投票的話 會不會產生社會的觀感跟其他流逼出來 我覺得也是不是需要做一個民調呢 就不需要 中前會像這類事情 有些時候 我建議你們可以做一些民調 看民眾觀感怎麼樣 不要到時候你們 違法行事 然後被罵到錯頭 也有可能喔 好不好 主委你剛上來 我給你一些建議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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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